的是最佳的一本《金門國家公園》 哦!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這一次特別為了这八件作品 特別編列了預算 表示說我們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是非常重視這一批藝術作品 也非常重视所谓文化传承的这件事情 所谓文化传承 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世代人的责任 在40年前 我们政府为了要把古灵头大战这个主题 把它记录下来 特别从国内邀请了一批 算是数一数二的画家 然后到金门来 针对古灵头大战里面的一些 过程的记录把它画成艺术作品 那这些艺术作品一晃 就是40年的岁也已经过去了 那这40年来呢 这些作品大部分的时间 是被置放在古灵头战时馆里面 供人去观赏 那当然某种程度是可以充分地先到 我们所谓的艺术跟历史 可以重新结合在一起 让大家在观赏这些历史的史词之前 还可以同时也了解到我们国内画家的一生态 那我是这么认为 十几件作品经过了这么长的岁月 那一直都没有被修复保存 就是很长的时间 那经过40年以后 这些作品已经有一些出现老化的现象 那八件作品里面除了他画家的先天条件不一样以外 他的保存大概病变的问题也会有一些差异性 但是我们整个修复案里面最着重的所谓的 军略文的虎皮 然后环理事成的清洗 然后那个 包括我们的那个表层污染的清洗 还有一些白雾现象的去除啊 那到最后整个保养的过程 几乎每一件作品 我们所使用的方式 都是希望能够把所有的作品能够还原到他最好的状况 就是让这40年的岁月并不影响到这些作品的保存 那经过我们整个一年串的修复以后 我们可以顺利的完成这一批画作的修复 我想这些作品已经重新再强健起来 它应该会有几十年的时间是不会再进入所谓的修复的必要性 这一批画作是会进入一个非常稳定的保存时间 它是会很稳定的 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文化传承的工作 是要每一个世代人去努力的方向 在每一个世代里面大家都愿意去付出 然后去做好我们整个共同文化资产的保存这件事情 那到了下一个世代的时候 如果这些作品还是有一些更加老化的问题的时候 希望那一个世代的人能够用更好的修复 更好的科技方式帮它做一个很好的保存 好好的把它保留下来 那也许这样子的话 这些作品是可以一直存留在我们大家的眼前 可以供我们观赏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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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